在美国边境被拒门外的海地移民正在努力适应墨西哥的生活 然而当地犯罪猖獗 缺乏工作机会与取得身份困难 都让海地人相当泄气 法新社报道 美国当局24号宣布 最后一批在德州边境内一座桥下非法扎营的移民 要不然自己离开 然后就是遭到驱逐 其中很多人已被遣返回海地 待他们的离开绝不是意味着一场危机的结束 自八月以来 成千上万的海地人抵达墨西哥 希望继此前往美国 墨西哥东北部的蒙特雷等城市拥入越来越多的移民 他们不是逃离母国贫穷和暴力 就是几年前所移居的南美国家当地机会正在减少 至少有一万九千名海地人被困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 希望追随尤雷尔的脚步 目前还有数千人在墨西哥南部城市 塔帕朱拉等待可以让他们继续往北走的文件 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